在这个山寨横行的年代 一不留神你就可能看到了山寨获得到 汽车里面也是有很多山寨的 它们有着能够迷惑你的外表 让你产生误解 比如这几款车都看起来像颜欣慰 但其本质上是面包车 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记住 不少买主还蒙在鼓里 虽然在意大利度金 但是近几年才进入了中国 思维汽车的本质 却是中国本土品牌 在去年的时候 思维推出思维X3 这款地地道道的搭载1.5T发动机的ACV车型 但是这个售价仅在6万的检测车型的销量 却不是那么可观 这也与这款汽车的设计有关 虽然在外形上思维X3比较接近NCV 但它实际上仅是一辆面包车 长安的汽车在国内汽车品牌中的口碑还算不错的 甚至还能陆续的推出过一些高端的NCV车型 但是限制于品牌因素 销量并不是很美丽 X70作为一款7座NCV的原型 便是长安旗下的欧上 但是欧上是真正的面包车 说起50 人们往往想到的还是那个白菜车 50红光 虽然50推出了一款50红光S3 虽然对外宣称是NCV 但是底盘以及汽车的驱动气筒 却依旧是延续着面包车的配置 立番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可能没有前几个品牌那么高 所以这几年立番也是经营惨淡 这个品牌的代表产品便是一款价值5万元左右的7座NCV 立番卖威 然而这款便宜的汽车实际上并不是NCV 只是一辆伪装较好的面包车 开瑞汽车的主要营业项目是面包车 但是现在的人们更喜欢NCV车型 于是作为其他旗下的开瑞 并推出了开瑞K60 这款汽车的定位依旧是前面那些伪装者所定位的紧凑型 然而它也是面包车 朋友们 若是看到这几款车型可一定要注意 它们只是PJNCV的壳 但本身真的不是SUV啊